《猪猪王國》 《猪猪王國》 《猪猪王國》裡 有位公爵 他叫馬特皮格 他是僅次於國王的最高級貴族 某日 受到一位撒旦的影響 愛上了飲水機 與健身房 於是他決定收拾行李 離開猪猪王國 踏入人類世界 誓言 要找到人類裡 健身房最好喝 最好喝 最好喝 最好喝的 飲水機 他總是在心裡浪喊 到底在哪 某天學長說 誒我最好的兄弟瓦特皮格 我這裡有一間盤設 你很有興趣想試試看嗎 真的嗎 可是會不會很貴 不會 別人都要10萬才光好地段 加生活技能完美大平址 你用的話兩萬有找 耶 謝謝學長哥哥 明天有空 瓦特皮格 終於找到了人類世界 專屬的避風港 他溫暖的小家 珠珠水塔 就這樣 他的冒險 正式啟程 最好看 不看 很快 你看 我看 我是瓦特皮格 蛛蛛公爵 聲音聽起來就好胖 哈哈哈好幽默喔 哈哈 沒關係 繼續講這些屁話 沒有關係 瓦特皮格不會生氣 瓦特皮格等一下 要來做一下自... 咳咳咳咳 咳咳咳 來做一下自我介紹 等一下我拿一下我的偶像館長送給我的大生汗 我去吃一下瓦特皮革的那個有點不舒服 好像有點H5N9 音樂隊 瓦特皮革忘記按循環播放了 乖乖的啊 中之人就是個其胖無比的肥豬 閉嘴好不好啊 現在是誰在被我幹啊 我啊報上明來蘇怡靜 不是不要再挖小瓦的小瓦讓小瓦 讓小瓦自我介紹一下不要再亂講話了 好不好讓小瓦自我介紹一下不要再亂講話了 給小瓦一點空間好不好啊各位 你剛剛是不是聽到富二哥哥的聲音 你一定聽錯了我是瓦特皮革啦 我是瓦特皮革 自我介紹的時間 好我的姓名叫做瓦特皮革 記好瓦特皮革 是這個革喔不是皮革的革喔 是瓦特皮革喔 好了 好啦丹利不要在那邊好了啦 合約沒有寫啦 吵什麼啦 還要沒有寫 我中了兩槍 希望大家如果我這一次不幸死的話 請大家一定要傳承我的精神 一定要傳承我的精神 RRRRRRR 我不認識你 我不知道 關於人類世界那些 亂講 不要 瓦特皮革還不能談論政治 瓦特皮革還是不能談論政治的 再跟大家嚴厲斥責一次 再跟大家 嚴厲的斥責一次 是你們講話嗎 不是那個瓦特皮革黑可不可以冷靜一點 大家可不可以稍微冷靜一點 讓瓦特皮革講話 今天有割回嗎 會有才藝表演 大家先冷靜一點啦 好 我們現在來先自我介紹 我今年的年齡是秘密 我的生日是5月20號 我的生日是5月20號 瓦特皮革的年齡是秘密喔 因為我是豬豬王國的公爵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這個黎莎兒是誰 我不知道 我完全不知道這個黎莎兒是誰喔 這個不關我的事 完全不關我的事情喔 謝謝送人兵長的520塊 SPERCHAM ARRIGATO 謝謝送人兵長的SPERCHAM ARRIGATO 混蛋東西柔成員 不要以為躲在包皮裡面 就沒人知道了 我跟柔成員沒有關係喔 柔成員要躲在一個包皮裡面 應該要躲在那個泰山的娃娃裡面喔 那不關我的事 我是瓦特皮革啦 瓦特皮革會 之後會考慮去突擊開台嗎 都會考慮看看啦 都會考慮看看的 好不好 我去突擊開台的話 瓦特皮革有特別喜歡幾個實況主 呃 連思成 張冠偉 熊問安 希望大家可以幫我 跟他們連動 好不好 瓦特皮革 熊問安的SURFSHARK 這麼貴講 還要不去突擊講 不能主動 有一隻一八八的笑好不好 習慣咧 我的興趣平常是在 YT上面看VTuber 專長是彈鋼琴跟運動健身 會彈流行歌曲嗎 我其實 我其實有練一首 那首歌原本是 要彈給一個人聽的 瓦特皮革 等一下開始我的才藝表演 我看很多大哥哥大姐姐的出配性都會 唱首歌 或者是 隔壁阿旦在跟優娜爽有個可悲中 豬人一個人孤單直播 沒有關係 今天是平安夜 但是瓦特皮革一個人 還是有你們陪我啊 對不對 還是有你們陪我啊 都是可以討論的啦 沒有必要這樣子講話啦 蜜蜜蛋巨蛋就長得比較帥 我就吃一頭豬蝦怎麼樣 這集我之前看過等等 台主就會說他媽叫他不要跟館長合作了館長 你是流氓嗎 亂講 你看下面有寫的尾牙罪嗎 你跟你的朋友在中 原來你合作了館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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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特皮革的身體剛剛好像被躲死了 不要再亂講話了 希望大家不要亂講話了 等一下會先抖內暫停 馬特皮革會先那個什麼 好了啦 鳳鳴姐 冷靜一點啦 謝謝KIRU的 亂講話 沒有沒有病啊 瓦特皮革沒有憂鬱症也沒有躁鬱症只有太胖而已 請問瓦特皮革今天射精了嗎 不要問瓦特皮革這些問題啦 瓦特皮革可以請你空幹嗎 其實是可以做到的啊 我這個其實是可以做到的啊 我這個前後前後他也會跟著前後前後的 阿豬可以跟附和學長和米老鼠同台實況嗎 應該不難吧 阿豬可以 都是可以討論的啦 但有的時候有些東西沒有那個必要啦 就是都是可以討論但有時候 沒有 喔喔喔喔喔 有人 瓦特皮革你今天還要開直播 喔瓦特皮革 喔瓦特皮革你今天開直播喔 喔喔大家好我是米老鼠 喔今天我的好兄弟瓦特皮革在直播是不是 阿豬可以跟附和學長和米老鼠對連在吃飯嗎 阿豬可以跟附和學長和米老鼠對連在吃飯嗎 阿豬可以跟爬蠦特皮革你怎麼會今天有空來 米老鼠你怎麼今天有空來 阿豬沒啦我最好的兄弟瓦特皮革 阿豬沒有啦 我最好的兄弟瓦特皮革 靜止性騷擾,靜止性騷擾 靠妖靈,大家不要性騷擾瓦特皮格啦 沒有必要這樣子搞啦,他今天出貝信欸 我們瓦特皮格先去後台準備一下 不得不說當初蹦米看人是真的準有幻想症 就去看醫生耳珠一個掰 閉嘴啦,我的屁事啊,操 好,好,好,好